大家好,这次课呢,我们会学习怎样去创建一个CShop的项目,还要怎样去调试它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学习使用开发工具,微软的Visual Studio 我现在的版本呢,是Visual Studio的2013,不过我也说过2010以后的版本呢,都是可以用的 双击就能打开这个工具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这个打开的过程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漫长,大概得好几分钟 下面我们要说第二个问题,怎么样去创建一个CShop的项目呢 注意看左边,左边有一个新建项目,就在开始下面 点它呢,就可以新建一个项目 我除了点这里,还可以点哪里呢 左上角,菜单项的第一个文件菜单 里边有新建项目 效果跟下面的新建项目是一模一样的哦 在新建项目窗口里边,我们需要做两个选择 首先看左侧 我们需要去选择一下我们的编程语言 我们要学的当然是CShop语言了 所以你要选的是Visual CShop 左侧选择了Visual CShop 右侧呢,我们需要去选择控制台应用程序 请注意是控制台应用程序 好,是CShop语言的控制台应用程序选好了以后 下面有两个地方可能需要去填写一下 首先是项目需要有一个名称 我们不要这个默认名字 自己写一个 我写的名字是MyFirst的APP 我的第一个应用 是不是很有纪念意义呢 填写完名称以后 下面呢,是项目保存的路径 也就是我们写的代码会保存在哪个文件夹里面 点击右边的浏览按钮 可以让你去选择一个 你使用起来比较方便的文件夹 这里我就不选了 设置好这个位置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点右下角的确定按钮 确定,不是取消,是确定 点确定按钮以后 项目就会被创建了 项目打开了 不过看到这么多单词 脑袋是不是懵懵的呢 没关系 CShop里面常用的单词并不多 只要大家多敲几遍代码都会记住的 勤能不拙 再说你也不拙嘛 大家都是很聪明的 好了,我们现在说正题 第三个问题 怎么样去调试这个程序 什么叫调试呢 就是程序写完了以后呢 让它跑一跑 看看有没有毛病 点哪里呢 看到这个两个字了没有 启动 启动 左边还有一个绿色的小三角 点这个启动按钮 程序呢 就会开始调试 它还有一个快捷键是F5 不要按完F再按5 那是错误的 就按F5键 我已经点了按钮了 大家睁大眼睛 看一下运行的效果 千万不要眨眼 千万不要眨眼 一下子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刚才大家看到的黑色窗口 就是程序调试打开的窗口 为什么一下就结束了呢 因为 调试完了 刚才说过的快捷键是什么来着 对 是F5 我们现在使用快捷键再调试一次 睁大眼睛 这次是不是比刚才还快呢 今天要讲的讲完了 那么你能记住多少了呢 下面好好练习吧